警方全服武裝 捏手捏腳爬上了樓梯 他們來到工廠的宿舍 這邊又痛起半 警方破門的時候 男子正在首席 完全沒有任何防備的情況之下就膽 但是回顧幾天前 他的氣焰根本不是這樣 3月30號 黃姓男子駕著白色轎車 到仁德的一間汽車旅館 準備和其他共犯碰頭 結果他看到房間外有大批的警力 馬上在車道上亂窜 一度找不到出口 甚至不顧原警就在車道上 直接倒車差點點過他 警方轟了23槍 黃姓嫌犯窜逃成功 當天警方只逮到其他兩人 在昨天在黃姓犯嫌女友的宿舍 將其棄捕歸案 現場查扣毒品咖啡包 以及吸食器等證物 全案經警循候 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竊盜罪妨礙公務 以及通緝等罪嫌 以請台南地監署偵辦 30號的查氣 原警要制止衝撞的嫌犯 轟了23槍卻沒逮到人 黃姓男子隨後把彈痕累累的轎車 丟在東區的馬路邊 接著跑到了歸人女友宿舍來躲藏 4月5號警方攻堅 黃姓嫌犯碎夢中落網 72年次的他至少有兩條通氣 公訴怕被攔查才會落跑 但是不顧遠景就站在車道上 加速衝撞 嫌犯除了原本的罪責之外 還得加上妨害公務這一條 三天新聞王少宇 朱宇榮 台南報導